这场疫情在国外是越发难以控制 我们以往的节目就说过 为什么疫情在国外爆发的这么迅速 不是因为他们无知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科技力量 甚至不是因为他们经济落后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傲慢 最近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的发言 佐证了我的观点 前不久日本国内也开会 日本有的议员就提议说 你看西方世界这个疫情爆发太厉害了 我们作为G20成员 是不是能在G20框架之内 我们日本拿出点钱来支援给西方 让他们把这个疫情赶快控制住 说实话城门吃火殃及吃鱼 西方控制不住 未来对日本也是有影响的 结果作为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的麻生太郎 他就说你们知道吗 二月底的时候 我就在G20财长开会的时候提过这个建议 那个时候我就提醒西方国家 你们要注意这个疫情 做好各种物资准备经济准备 结果你们知道吗 西方那几个国家财长 他们怎么跟我说的吗 他们嘴上带着急需要翻着白眼跟我说 这种病是你们黄种人才能得的病 我们白种人不怕 我们白种人精英优秀 所以我们不会有事了 你别担心 大家看到了吧 西方大国的高层重要 对待这场疫情就是这么傲慢 他们根深蒂固的觉得 哎呀这个世界是分人种的 有黑人 有黄人 有白人 他们白人就是优秀 不但是体力智力优秀 甚至基因也优秀 你这个病情侵扰不到他们 结果怎么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现在正在为当时的傲慢付出代价 但是即便到今天为止 咱们说实在话 西方各国的抗议还是不给力 你如果说一开始你傲慢不知 你认为这是黄种人的病 你们西方人根本不会得病 好 现在你们已经开始得病了 难道现在你们还认为 黄种人的处置措施是不当的 只有你们白种人才能把这个病治好吗 我们以往就举个例子 如果说这场疫情对全球各国政府来讲 相当于一场考试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等于是第一个拿到试卷的 还是B卷考试 不允许翻参考书 所以一开始答题我们有点慢 但是后来进入状态之后 我们迅速把此前的事物找补回来了 未来评分 我相信中国这张答卷 怎么地能打90分以上 我们的邻国日韩两个国家 实际上也是传统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也是黄种人的国家 一方面他们看到中国考试的历程 自己会多少积攒点经验 另一方面 我觉得黄种人的素质 智力 甚至纪律性上 要远好于白种人 所以日韩两个国家的处置 我觉得你说达不到80分 及格总可以吧 而欧洲 美国等众各国家 你们绝对是开卷考试 你是真真正正看到 我们如何应对疫情的 结果 你现在考的是一塌糊涂 到目前为止咱们判分 零分倒不至于 但是不及格是肯定的了 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 西方列强早就是外强中干了 以往我们觉得人家发展了上百年 人家一直是引领世界经济的 现在看到了吧 从机舱组织到经济建设 西方列强就配外强中干四个字 而同时我们看到了 西方列强今天就像富二代 富三代富四代的败家子一样 祖上是很光荣 祖上是很有钱 所以他们就认为祖上我比你黄种人牛 我现在就比黄种人牛 因此世界上出现任何事 有时候他们就会说 哎呀那是你们黄种人的事 那个病你们黄种人得 我们白种人没问题的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 西方世界现在正在为他们的傲慢 付出巨大的代价 今天的视频您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